特地南下投票 总统赖清德兼任党主席后 党职改选第一站 台南本命区重中之重 不只要选主委的赖系子弟兵郭国文 勇烟会议员陈金中陪同 有意角逐台南市长的赖系立委林俊宪 政国会陈廷飞也紧跟在一旁 最后是力挺林俊宪的郭国文胜出 在未来的二零二六与二零二八 非常关键且重要的一个选战当中 台南必定是一个最凸显的 全国级的一个瘫头堡 郭国文出现被视为赖正营势力扩张 而不想被星系整晚端去的不止台南 高雄也面临市长交棒 勇烟会议员黄文艺对战新鞋案庭的陈慧文 这一次的选举攸关就是下一届市长选举的 选市长跟主委无关 强调主委和市长没有直接相关 而不同于台南高雄两强相侦 台北桃园等全台九线市同俄竞选 新北市党部主委苏系立委苏巧慧顺利接棒 六成六投票率也高于上届五成八 苏巧慧在新庄土城等地都挂起跨选区看板 而近日市党部主委也被视为替二零二六选战 提前暖身 在地方我们面对的是二十年新北市已经没有执政过的险峻情况 我想做的是珍惜每一份人民的信任 党支宣具影响党代表中职委中常委版图各派系积极顾票 因为不只派系间可能互相抢人 传出有党员担心民进党敏感身份 出入中国遇到麻烦因而退党 有三四位据我所知 他们可能是在大陆工作 那么回没有回到台湾 所以他就没有收到缴会的通知单 澄清只是个案 但中国因素确实也是不争的事实 TVBS新闻红富豪陈渊廷 台北通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